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知道什么是打流吗 最近有很多新的观众在问我 你在测试网络的时候都用什么工具 究竟这些数据应该怎么看 相信经常看我视频的这些小伙伴 其实应该都知道 我们正常都会用iPod 3 来进行网络的测试 iPod 3可以非常快速的测量 TCP或者是UTP的带宽性能 整个测试的过程 我们就称之为大流 由于它使用比较简单 被广泛用于网络性能测试 带宽测试 以及网络故障排除等方面 iPod 3虽然用的代码 但是使用起来还是非常之简单的 那么金水今天就带着小白新手 一起来了解一下 iPod 3究竟如何的使用 它究竟有哪些优点和缺点 以及常用的参数应该怎么搭配 那么不会的小伙伴 赶紧点赞收藏 阿乐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晨技能 我是带大家捣鼓网络的金水 咱们前面说 iPod 3是一款测量网络带宽的工具 那么它支持调节各种参数 比如说通信协议 数据包 甚至是发送时间 测试完成之后 它还会生成网络报告 丢包率等其他的一些参数 并且支持多种操作系统 它支持Linux Windows Mac OS甚至是你在安卓手机上都可以部署 而且它还可以跨平台使用 你可以在你家的NAS部主服务端 然后用你的手机客户端来进行测试 那么最难能可贵的 就是因为这个工具 它其实是免费的 之前其实有很多同学问过 为啥是iPod 3呢 那么有3之前是不是应该有2呢 其实iPod真的是有几个版本 它有iPod 2和iPod 3两种 这两个其实并不是一个软件 虽然说它的功能非常类似 但是却不是同一个开发者开发的 而且它互相并不兼容 之前我们说过iPod 3的优点 那么缺点当然也是有的 iPod 3只能测试网络性能带宽 无法测试延时跟丢包等参数 iPod 3其实是不支持多线程的 而且不能单窗口双向打流 客户端跟服务端你需要分别安装和分别运行 并且它并不能检测网络拓扑和链路平静的文端 由于iPod 3是代码界面 对于新的用户来说 可以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理解 才能进行正常的测试跟分析测试的结果 但是总体来说 狭不掩狱 对于大多数的使用场景来说 iPod 3真的够用了 当然除了iPod 3 还有什么Speed Test等等 其他的一系列的测试软件 咱们这期视频主要来讲iPod 3 如果大家对其他的工具感兴趣 咱们以后可以单独跟大家详细的解说 好 首先我们来到iPod 3的官网 大家可以看到它支持非常多的平台 而且可以跨平台使用 在这你只需要找到你需要的测试平台 进行下载就好了 下载完成之后不用安装 直接打开使用就可以了 我们这次使用Mac系统给大家做演示 Mac系统需要打开终端 Windows需要打开命令提示行 然后我们进入iPod 3的文件夹 然后执行iPod 3就可以了 当然你也可以用更简单的方式 比如说像我一样 把iPod 3直接拖进来就可以了 徐规纳子跟一些有Docker的设备 建议在Docker上进行部署 那么后面我们会单独讲 iPod 3的使用主要分为 服务端跟客户端两个部分 它的服务端设置非常简单 只要在后面添加-S参数就可以了 这里默认的端口是5201 当然你也可以更改 它最主要的操作其实是在客户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操作之前给大家先看一下相关的一些参数 在这我们输入-H参数 可以显示帮助信息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的参数 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下 例如-S参数是指定服务端 -C参数是指定客户端 在这因为太多了 我就不一个一个给大家念了 有需要的小伙伴 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视频 我已经帮大家翻译过来了 大家可以截屏保存 有一些的固件里其实并没有内置iPod 3 你可以来到你的系统 找到软件包在这搜索进行安装就可以了 在这里我们用视频经常出现的几个参数 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在软购用里打开iPod 3的服务端 接下来我们回到电脑上 打开客户端 输入-C 要求2.168.100.1 这个命令 在这里-C就是指定我们服务器的IP地址 因为iPod 3默认的客户端就是发送端 服务端是接收端 在这你可以理解为上传 如果我们需要测试下载数据的时候 则需要在代码后面加一个-R 注意这个R是大写 也就是将我们的数据反向测试 服务端发送 客户端接收 这样才是下载的参数 有些时候我们为了能跑满带宽 也会使用-P10的参数 大家注意这个P是大写 当时为了大家能好理解 就说是多线程 但是实际上只是增加的链路数 并不是线程数 根本原因就是因为iPod 3本身 是一个不支持多线程的单线程的工具 如果大家一定要使用多线程 你可以使用iPod 2 那么在这-P10的参数 就是用10个并发的链接 来测试192.168.1的网路代官 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增加测试的负载 并提高准确性 但是后面加的这个数字 却不是越高越好 由于iPod 3本身是比较吃性能的 而且它吃的比较严重 所以建议大家用10到20左右去尝试 然后取最高值 另外iPod 3默认它是TCP模式 那么你也可以使用-U参数 来使用UTP的模式来进行测试 由于UTP的模式带宽损失非常小 那么更接近真实的带宽 所以在TCP无法跑满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会通过UTP的模式来进行测试 在这使用-U参数是需要配合-B参数 来指定你所在的链路的带宽 就比如说我这的内网是2.5G 则需要敲入2500M这个参数 由于iPod 3在UTP的模式下默认 它的参数是比较低的 只有一兆每秒 如果你不指定带宽的话 你测试出来的数据是跑不满的 而且非常不准确 命令简单介绍了一下 那么在测试结果中究竟怎么来看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测试结果中 第一列它表示的是时间间隔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每秒一次 那么第二列表示的是在这个时间段内 传输的数据量 那么第三列表示的是传输的带宽 到最后这个部分是我们测试的结果 最主要的我们是需要看这两个数字 那么在这里又分为上下两个部分 上面是发送端的数据 而下面是接收端的数据 那么在多线程传输里 那么也是同样 我们只需要关注最后面这个SUM的数字 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数字才是更接近实际带宽的 那么到这里 Apple 3打流带宽测试 基本上就已经说完了 在这给大家留个课外作业 大家看一下这一组参数测试出来 都代表什么结果 那么如果有不明白的小伙伴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 有一些大神也可以互相留言讨论 关于Apple 3如何测试64bit的小包转发 和如何看网络延时跟丢包率 咱们以后专门跳一个时间 专门做视频来说 好了 相信看到这里的同学 都应该已经学会了 如何用Apple 3 对自己家的网络环境进行测试了 2023年的小主机跟交换机 基本上已经全面升级到了2.5G 相信很多小伙伴家里 甚至已经达到了万兆 而现在常用的英特尔226V的网卡 也修动了2250的一些问题 那基本上已经不会出现跑不满的情况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小伙伴在后台给我留言 说自己家里带宽其实是跑不满的 你们在家布置网络环境的时候 要遵循水桶原则 决定你家网络带宽的 并不是你家带宽最大的那个设备 而是最小的那个 尤其是要注意交换机跟网线的接头 在这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 我有一个朋友的公司 前段时间升级了一条千兆的光线 但是无论怎么样测试 只有90兆左右 我过去一看 他家的光猫路由电脑 其实都是千兆的 只有交换机竟然是百兆 而且有很多网线的接头 都已经快掉下来了 搞得我是哭笑不得 所以升级内网的环境 其实最主要在于平衡 并不在于更高的设备 好了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希望可以在你测试网络环境的时候 对你有一些些的帮助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做的还不错 欢迎大家一键三连 YouTube小伙伴 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 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推送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秘能 我是金水 咱们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